主席 我是耶稣会的儿少佬办公室主任李华 很高兴欢迎大家今天来参与这个讲座 让我们也很荣幸请到在地的讲师知鸿 王知鸿老师 他现在是台东圣武医院的企划 企划发展式的企刃 所以很高兴他来帮助我们分享这个题目 那玩出品格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联合国的儿少权力公约里面 儿童有一些权力 比如说生存权 教育权 表达意见权 等等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权力是游戏权 儿童有权力来支配他的时间 有一部分是为了游戏 那游戏不只是随便出去玩 叫做游戏权 而是在游戏当中 会有许多的人计交 谈话、沟通、领导的训练 协调的训练 所以这个题目真的是很配合我们儿少保护的目标 就是为了让孩子怎么样在游戏当中玩出好笔格 为了他将来的发展遍地几出 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志宏讲师 也是我们现在的计划发展部主任 您看他的服装就知道他在童军里 受过相当的训练 现在也在带领童军 所以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 那王志宏老师过去接收到很完整的人文的教育的训练 后来也投入在学校当中对教育有很多的投入 当然也在这个地方帮助圣母医院做很多的规划 而他也在继续在童军协助帮助孩子们训练好笔格 玩出好笔格 将来在长大以后在出的社会都能够利用他们过去所学习的 在人格上在沟通上在领导上在学调管理上 都能够进一步的发展 现在很荣幸地跟大家介绍王志宏老师为我制作今天领导讲 好谢谢李神赋我的学长 这是我的简单的成长历程还有工作历程 那我当然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为他一辈子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在做比我年纪大的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都很会玩 那我们就看到现在小孩子不太会玩 只会玩六点一寸 就是手机 那我们今天就从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衍生出来的工作经验 然后来谈这个主题 好 题目是玩出好丙格 那我喜欢猜字 我们第一个先看玩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从小刚刚刚才闪过说 那个游戏很重要 很多事情是在玩当中建构出来的 能力也好 驾驶管也好 请看看 我们来试试看 有没有玩过八苦好不好 玩八比娃娃会建构出什么概念能力或价值 可能开始有装扮的概念 有身体意识 你如果把八比娃娃脱光光 然后没有把他穿衣服就会被妈妈骂 对不对 说怎么可以把娃娃脱光光 然后美的概念 后来也有出现不一样的八比 什么金刚八比 这类似 就是颠覆一些原来传统的美的概念 所以你就可以在玩的当中 他也在建构一些东西 也在调整一些东西 好 那玩过玩具枪吗 有 玩具枪 平常什么概念 攻击系 也会有好的也会不好的哦 对啊 我们家隔壁如果拿一支小枪 我就要拿一支大枪 对不对 因为会有什么 强弱的概念 如果一个女生 然后拿着玩具枪在那边玩 阿公阿嬷就生气了 对不对 杂鸭人 对不对 应该去玩八比娃娃 不应该玩枪哦 就被制约了哦 那个性别 性别意识也在玩具枪当中哦 火柴和小汽车呢 男生玩的哦 你看 他可能会有机械的概念 有动能的概念 还会有秩序的概念 他会开始交通规则出现 机木呢 有 会有什么 会有平衡稳固的概念 有三度空间重远 平面变三度空间 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 破坏的概念 非常之破坏 非常之建设 好 那这些 刚刚看到的游戏 比较属于个人可以玩的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了 需要两个人互动的 玩过象棋吗 跳棋 这些棋类 对不对 他建构些什么 规则 有规则 有制度 对不对 然后也是有大小 对不对 然后有领导的概念 将军是领导 帅是领导 对不对 警察抓小偷 更多人玩了 对不对 这里面有什么 有正义的概念 有公权力的概念 有游戏规则等等 然后老鹰抓小鸡 有保护的概念 有安全的概念 有衣服的概念 这些都是在 游玩当中慢慢建构出来的 半家加酒 有性别角色 可以可以 原生加点 缩影等等 嗨过头就会嗨过头 这个是前两年的一个新闻 在新竹发生的 一个孝子被一群年轻人给打死了 原因是年轻人在线上游戏里面玩了 这样的游戏 玩了三天三夜 没有睡觉 他就把现实变成了 变成了这个游戏当中 把一个在海边散步的孝子给打死了 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多IP人 或者代替的真实人 这是错误的玩意 好 那什么是好 什么是好 我们来看 什么是好医生 这个药五块钱 然后这个一块钱的药两个 五块钱的药三个 要开哪一个药 要看利润 对啊 我常常会觉得这个问题 他们就会说 五块钱那个 我要开那个 好的概念是什么 什么是好护士 想想看这些问题 自己觉得很好就好吗 还是有其他的概念 好儿子好女儿的概念 什么是好朋友 我以前常问学生一个问题 就是班上的同学 然后我就问他说 如果假设班上是一个公司 你是老板 你最想开除的员工是谁 蛮多人选他最好的朋友 因为他最知道他偷吃懒做 然后不做事 当朋友可以 然后一起合作不可以 他到底真的是好朋友 什么是好同事 什么是好总统 这个问题太尴尬 我们现在不要讨论 好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好往往指的是某种角色 这种角色呢 会有主观的层面跟客观 主观层面是自己认为好 另外客观层面就是那个对象认为好 好我们用一个图 那我的学生帮他取名了 因为我公民课会考这一题 所以他们就叫做公民与社会原型图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人 出生的时候是个个人 但是你马上就会遇到一个团体 最早团体是家庭 慢慢的你会到学校 你会到社团 你会到工作场域去 所以人一定会在团体当中生活 所以每个人都在团体当中做什么呢 做参与跟付出的动作 那你在那个参与跟付出的过程 团体会给你什么 回馈跟评价 会给你回馈跟评价 那团体怎么给你回馈跟评价 依据什么 依据就是这个 叫做社会角色的期待 刚刚我们看到好多角色 医生 同事 朋友 我们会有一个普遍的期待 那个人要符合这样的条件 我们才会觉得那个是好的 所以这个社会角色的期待 就会反馈给那个个人形成 他的什么 他的自我认同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在家里 可能是小霸王 就他到了幼稚园 到了国小去发现 我不是唯一的霸王 还有其他更大的霸王 所以他就会调整了 他如果要生存 他就必须调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刚刚所说的好 都在这样历程当中 好 我们看看如果 这个自我认同等于社会角色期待 大于社会角色期待的时候 我们会说这样的人怎么样 对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以前常听到这句话 自我感觉良好 现在很多年轻人这样子 自己认为自己的 想的是对的 然后别人都要配合我 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认同跟社会角色期待 必须什么 必须相等 才是所谓的一个自我统整状态 他所呈现出来在社会上呢 也才会是我们认为的那个好 可以吗 可以 那个好来自于个人的自我角色 认同跟他说主观层面 好品格怎么玩出来 这是中国几个哲学家他们的思维 这个性善论认为 这个性格是先天的 还有性恶论 寻职 还有无善恶论 那必须靠后天 然后先天相恶 有善恶论 就是先天加后天才会产生出来 那无论是哪一种 事实上 我们都看到那个后来的那种 社会化的历程很重要 都肯定这种社会化的历程 就是学习而来的 好 我们从三位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来看看这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第一位是顾理 好 他提出什么理论呢 不好意思 在辅导老师面前 慢一弄 静中自我的理论 我们先从 我们当中很多人戴眼镜 请问你 你去配眼镜的时候 是配给谁看的 自己看 你选镜框 选半天 选两个小时 选六个小时 我遇过 选给谁看的 好 所以我们从那个配眼镜 那都可以看出来 那顾理的学说 就是这样子 他说我在进到那个团体之前 我会预期别人看到是怎么样的我 接着呢 别人看到我之后 和我预期的有没有相同 最后呢 如果相同 这是一个正真强 今天如果进到办公室 哇你好文青哦 你的眼镜 戴起来好适合你哦 哇这个就是 你的眼光跟 你所预期的是相同的 对不对 那如果不同呢 你就开始会做出调整了 OK 我们回头看这个 镜子在哪里 就是那个团体 好 另外一位 米德 米德哦 他说 对人影响的有重要他人 跟开括他人 那会慢慢的从重要他人 移转到开括他人 那他提出的游戏理论 从两三岁的模仿阶段 到四到八岁的游戏阶段 到八岁以上的团体游戏阶段 就回到我们刚刚看的那几个游戏 你可以看到从个人的 他是模仿的 慢慢的到了游戏有规则的 慢慢的到了团体游戏的阶段 好 这第三个呢 佛罗伊德 他提出什么 本我 自我 超我 你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 右边的天使跟你说 不可以哦 左边那个说 做吧 学生最会了 上课不可以吃东西 肚子饿了 那抽屉里面就有个饼箱 饼干 老师没看到 我塞进去应该不会看到吧 那要不要吃呢 这时候他就天使就出现了 不可以哦 这上课时间哦 你是乖孩子哦 魔鬼呢 你饿了快点吃吧 在卡通里面才出现 好我们看看 那个本我就是生物我 就是那个小恶魔 他是快乐原则为基础的 自我呢 就是那个现实我 超我就是那个道德我 好 那我们常常 我们现在目前 呈现在人面前是哪一个我 是那个自我 OK 就是 那佛罗伊德的理论 当然大家知道了 就是潜意识嘛 你如果顺从了生物我呢 你就良心不安 不安就压到哪里去了 潜意识里面去了 那你如果要听那个天使的话呢 你的欲望就没有满足了 那个没有满足的欲望 也压到潜意识里面去了 所以潜意识那块很大 好 那我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三个概念来问这三个问题 我们要成为 玩出好品格 那个 要玩的那个镜子在哪里 那个他人在哪里 还有那个要听谁的 好 这就是我们在成长历程当中 潜意识成长历程当中 他要去面对的那个 那个问题 这个是影响他的因素 好 大概在幼儿阶段 你会常听到孩子们说什么 我爸爸说我妈妈说 幼稚园最多了 跟人家吵架都 我爸爸说这样子 我妈妈说这样子 反正就是爸爸妈妈是圣子 对不对 这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呢 他的品格来自于大概就是 他的爸爸妈妈 这是第一关 到了儿童阶段三到五年级呢 现在比较早熟 以前可能到六年级到国一 现在很早熟 这阶段 老师说 对 那时候我带我来家过马路 然后我们要走斑马线 把我拉回来 我们老师说要走斑马线这样子 这个阶段老师是有力气的 所以这第二关呢 是老师要帮帮忙的 这时候的好品格来自于老师 所以青少年大概在什么阶段 所以你看 我们真的当爸爸妈妈当老师 可以影响到只有五年级之前 所以当老师很辛苦 花莲女中老师 公众高校老师很辛苦 不容易教都在 因为他是什么 我同学说 我朋友说了 他已经不听老师说 不听爸爸妈妈说了 所以这一关呢 我们的影响力薄弱了 好怎么办 那我们成人可以做的 大概就是想一些方法 善用青少年的特性 青少年很喜欢自以为师 对不对 那我们就让他有机会怎么样 摔一下 所以不要让年轻人没有摔过 没有摔过年轻人很可怕的 所以偶尔小摔一下再爬起来 小摔一下再爬起来 他可以走得更好 他需要同才壮胆 他没什么胆子 你不要以为他很勇敢 他事实上都是靠彼此壮胆而来的 所以趁这个机会培养他团队合作 善用那个群体动力出来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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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你就激将他 很有效哦 但是不要过度使用哦 我那时候在修宴的时候回去唐区 唐区的青年会呢 像过街老鼠一样被扯人骂 因为他们以前都主日学我们带的嘛 然后这群孩子呢 他们也很跟唐区的关系变得很紧风 因为望明一杀都是快点胜体的时候才来 然后就窝爱善堂不回家这样子 然后就说我们是年轻人 然后大人就会觉得 这群年轻人怎么那么不长 然后不禁止他们跟主日学交往这样子 所以他们很多的怨恨放在心里面 为什么你们以前青年会可以这样的人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他们都不给我们 那你们暑假我回去 我刚刚说不然你们做一件事情吗 我给你一个挑战 你如果做到 然后我们来打赌会不会改变 我刚刚说八点明沙 七点二十集合 然后呢 我们胜场很多大业懒人 然后连续要三个礼拜 七点二十要集合 你们做得到的话 我们就来试 做浮道就不要来 然后呢 穿着红色衣服 因为红色最显眼的 然后来干嘛呢 拿着扫把扫地 当他们开始扫的时候 每个进堂的那些大人家 哇 年轻人不简单 然后拿着扫把跟他们一扫 扫了三个礼拜之后 他们觉得堂区不可以没有 这群年轻人 好 他充满理想性 那你就要掉一个萝卜 让他前进 这是我们那个 我表妹去Camino 回来跟他们分享 分享完之后 他就陪他从台南走到高雄 这样子 他没有信心怎么办 最好因为你就很容易成为他的顾问跟资助 还要常要不按牌理出牌 你不能让年轻人摸透你 我们现在太多老师就被年轻人摸透了 所以扫 如果玩猜拳游戏好了 扫厕所赢得去还是输得去 赢得去 对 你就要赢得去 然后那个 那个点心谁吃 输的吃 就颠覆他们那个原来那个 所以他们常常猜拳猜拳 本来是猜赢的 然后很高兴玩突然就哇 怎么是我们要去做这样子 所以 颠覆他的一些想法 好 这是我们复习一下刚刚看到的那几个点 当然不止这些 只是透过一些提醒 然后来让我们建构一些概念 所以事实上 假设我们能够塑造一个好的群体来引导青少年 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所以我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经验 带社团比带班级好带 为什么 因为社团他们的共通性 他们愿意成为一个群体的特性更好 那你如果带服务对人家更好带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个目标 所以就是这样的概念要运用到 运用到我们对待青少年上面 那谁来做这件事情呢 要先有好的布局 就是前面两关要过 而且要过得很漂亮才可以 就是爸爸妈妈跟老师 所以假设前面两关过得很顺利 后面就比较容易 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很多的国小老师没有遇到 没有国中老师 国中老师又开始怪国小老师 没有把孩子教好了 高中老师又开始怪国中老师 没有把孩子教好 然后大学教授又怪中学 没把孩子教好 为什么 前面的布局出状况了 少子化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小时候很多的生存能力 抢零食啊 对不对 抢宠爱啊 都在家庭当中经过磨练 才进到社会上 现在都没有 现在都是在家里面是 唯一的一宝 大陆一胎化 更严重的一个孩子六个人带 然后觉得什么都是我的 进到社会的时候就出现很大问题 好没有不好局 还是得闯下去 不管他生命怎么办 就只好继续往下走 所以第三关就是魔王关 我们说青少年的前期 就是所谓国中阶段 他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叛逆期 人格成长的黄标期 我们也可以把它正向来看 那是准备期 到了他都高中阶段 慢慢定型了 你可能回想一下你的同学 大概高中同学 那个样子 跟他承认的样子差不了太多 但是跟国中可能就差很多了 好 所以 这个阶段爸爸妈妈 有爸爸妈妈的角色 老师有老师的角色 老师不再是那个制约他的人 爸爸妈妈也不是 爸爸妈妈搞不好是什么 是得把他推出去的人 老师呢 把他hold住的人 孩子自己也很重要 找到他自己的典范 他自己的重要的他人 然后同才的团体 因为现在的接触面少 所以孩子如果能够多元的接触不同的同才团体是好的 他可以慢慢找到他自我的成长的一个空间 所以他其实是他自己的关注 敌人在哪里 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角色都有可能是错误期待他们 然后爸爸妈妈 我有遇到那个学生 明明就考那个会考 那个时候叫做 那个现在会考 对 考了那个1B4C 然后他们来问我说 高三没有考好 问我说那明年再重考一次 有没有机会上医学院 这样子 真的 现在有这种家长 就是完全的没有概念这样子 错误的期待他 然后腹下引导的同才团体 这很多 要很小心 再来 他连自己都做梦不定的情绪 也是他自己要去 要去克服 我们也要去注意到的 传播媒体 现在传播媒体太可怕了 他们所看到节目啊 他们所接触的网路等等 网路里面的线上游戏 网路里面的网路社群 网路里面的这些怪异的网站 都在吞噬了我们青少年的 好的发展 再来很多负面的社会教授观 看起来好像好没希望 然后每个观主的角色要互相协调 互相支援 要按部就班 没有捷径 遇到状况的时候要随时调整 还有不能够挫折 不能够放弃 因为那个孩子的生命就是一个生命 那要信任孩子他们的潜力是无穷的 常常要给他们打强心针或者镇定计 或许要给自己答案 不要怕要求孩子 我现在看到好多是不敢要求孩子 顺着他然后他就越来越顺了 那要求的东西是什么 态度比结果更重要 你要求他好的态度 那个动作 然后后来就变得不好 好我们来看看 我用我自己的例子 我为什么今天穿着同军制服来 我大概花了蛮长的时间 带带同军这样一个团体 会接触到同军 也不是自己愿意的 一工作被指派 然后就遇到了 我们可以慢慢来讲 那我从2006年到现在为止 都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会从这个同军的推动 衍生出两个小框框 谈第一个是生命探索 都是从同军的这个线延伸出来的 那第二个呢是按照东台湾的服务 因为那个发生的场域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特别提一下这两件事 当然还可以拉出好几个框 那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这样子 好我在2004年的时候 到了文森中学服务 那这个学校呢 因为校长的关系 所以他推动同军运动 那我在 当然我那时候不是同军老师 然后就看着学校的同军活动 每年有一次的 国二露营 那老师们都要跟上去服务 所以我上去了两次 那第一次觉得 第一次因为我去一半 然后就去 我刚到那个学校没多久 然后就去一半 然后就出国 那所以我去了一半的时候 看到那个活动的时候 没有特别的感觉 只觉得 嗯 这样子玩学生吗 这样子玩吗 就没有特别感觉 那第二年的时候 因为在学校待了一年呢 就看到孩子们 在准备露营的过程 所以我慢慢看到说 那个运动 对那群孩子的影响 但是还是局外人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感受 只是觉得 ADH孩子不简单 他们愿意花那么多时间 去做准备 花那么多时间去做学习 然后为了服务他的学弟妹 好 这个是我的初体验 然后2006年的时候呢 我就到了同地中学 那当了训义组长 那一个小小的学校会要倒闭 那我们去接那个学校的时候 当然就要 原来是一个 什么说教读考打补的学校 教了就读 读完就考 考不好就打 打了没有用 赶快去补习那种学校 那我们就要去改造他 那当然就是校长 就把同军 因为我是跟校长过去了 把这些多元的学习内容 放到这个学校里面来了 所以开始当同军老师 那唯一会的同军技能 是国一同军老师教我的 会几个神节而已 这样子 那怎么教 感谢网际网路的方便 就上课前看完的东西 就立刻去教这样子 还不错 网路上什么都可以找到 包括什么神节 然后就可以带着学生 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而做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呢 我跟他们现在校长 做品老师 跟他们讲说 这个学校要露营 大概要五年之后 我们要培养出 这个服务的班底之后 才能够办 以前那个文身的露营 这样子 所以我们心里很安逸的 想说五年之后的事情 那现在呢 就是让他们觉得 课程有所变化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 到了一月份的时候 校长就把我们找去了 那今年的露营 什么时候办呢 他立刻就要了 那时候很幸运的是 我们有几个学生 以前文身的同军 在附近读大学 我们就把他们找回来帮忙 就办了我们的露营 我们也很压抑的是 那些装备 既然在学校的长途里面都有 一个从来没有办过立体 学校里面有这么多的装备 所以就这样子就开始了 我们在这次露营 就边做 真的就边做边学 那 这是第二年 我们就到了 我们第一年在学校里面 自己的场地 第二年我们就到外面去了 后来我们就布林在那种 我想每年半 每年半假入 那我开始接触同军的时候 觉得怪怪的 前一阵子 不是前一阵子 满好一阵子了 新竹高中的同军上新闻了 为什么 学长 体罚学弟 这是很多学校同军的现象 罚他们跑操场 跑到 那个 晨文基隆解证 就是 这是很多学校同军的现象 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那个 我真的同军有点那个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 这样子不太对 那我就印象我去香港看过 我老师的旁区 他们有同志军 然后他们也没有这样子玩 所以我就跑了一趟香港去 看看 所以到了香港同军总部 然后派了一些文献等等 那我觉得找到一些很好的资料 是在台湾同军的网站上找不到的 他说同军的使命是以同军的诺言规律 为基础的价值系统 治愈青少年的教育 那使他能够全 使健全发展 变成在社会当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 那帮助这个世界更美好 他的目的是 治愈青少年身心发展 体格 群性 灵性方面的潜能 那作为独立个体 培育他们成为 有责任的公民 并在国家 国际当中 产生出贡献 那我就想这跟 他们在学校里面玩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就在那边拜火 然后 这个什么 党神节 然后 练表演 然后 然后学不好 就跑超超超 这不一样 那不是 不是这个目标 所以就开始慢慢有一些 反思 看看那个运动 因为我想不可能吗 一个运动可以走一百年 怎么可能会是这种样貌呢 然后再也看到同运动本子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运动 运动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基础点 经过一个过程 会到另外一个基础点 它不是只是活动 它是会 是一个运动 女权运动 然后它是一个教育性的运动 而且它还强调是体制外的教育运动 然后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运动 它是一个克余的 它是一个志愿性的 它是一个成人陪伴下的运动 好 马上就为我来说就产生问题了 那社团是不是同军啊 社团有没有志愿性 没有 它不能不选啊 对不对 既然叫志愿性就是可以选可不选吧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假日性这么重要了 所以你回来之后 我就把我们的同军社给解散掉了 我就在每个周六放假的时间 我们同军团集会 让它回归到那个同军的本职 它是一个克余的 它是一个志愿性的活动 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啦 我们很多很优秀的孩子 然后到假日爸爸妈妈不让他出来 其实我们准备了半天 然后没关系 我们全部都要假日去好了 然后找到这两本小书 帮助我很多 就是一个是同军运动的基本原则 应该是同军运动的二指 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12月就登记成团了 如果要成为一个同军团 必须到县的同军会就做登记 然后我们就开始有固定的 每年的寒讯营安慰国二的服务 然后有团集会 有假日的集会等等 同军运动为什么叫富士同军团 大概讲一下 同军运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层级 小朋友有智林又有同军 到了国中 国中的国中是我们大概的分法 他实际上是11到15岁的有同军 到了高中阶段有行义 到了大学阶段有罗服 那二十岁以上你就可以登记为同军的义务服务员 那如果你这个团有两个以上的层级就称为富士团 那因为我们学校有国中生跟高中生 就会有同军跟行义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富士团 那当然后来我们孩子长大毕业之后有罗服 所以他就是一个富士团 那这是同军的架构 他是透过规律和诺言作为中心 强调从做中学习 然后很注意 我刚刚看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学校的情况 要求一致统一 同军很特别 他不要求一致统一 他要求的是个别化的进程 以你的程度能够达到你的程度 透过的方法是小队制度 透过年轻人带年轻人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说要一个好的同才 他是透过小队制度 从团体当中大的去带小的 旧的去带新的 很重要有成人的支持在他背后 就不会走偏 我刚刚说那个新竹高中 就是根本没有团长 就是学长带了学弟妹才会越走越偏 他有一些象征性的架构 包括我们身上有别的章等等 对他一句来说 那是一个象征性的架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三个 以上看到笔 智人勇 智人勇 答错了 可以可以可以 对 真的我就是 我们从小学到就是智人勇 对不对 老师有教 老师都交错了 我告诉你 包括现在穿着同军制服的团长也都交错了 他是三个负责 对上昌负责 对他人负责 对自己负责 这是三个 当然啦 我后来用基督宗教诠释 可以变成智人勇 我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另外一个作品 所以他是一个对上他对他人 对自己负责的 所以我们有好多的符号 象征性的架构 我们用左手握手的 有一些象征符号 我们身上所有的服装 这些都有些象征符号 然后他很注重在大自然当中的学习 这很符合给年轻人挑战的特性 然后这是最近几年加进去的一项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社区参与 也就是服务 然后这些现交错纵横在每一个圈圈当中 就是互相支持互相运用 这是这个运动 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很简单 为孩子们很容易懂 因为他就只要懂得诺言跟规律 那诺言就是刚刚所说的对上昌对他人对子 我们的词词是中文名我改的 凭我的荣誉我愿意尽力 我觉得第一句话我就可以跟孩子们讲好多了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没有荣誉 如果孩子如果有荣誉 事实上好多事情都不用教了 就变好简单 他对学校有荣誉感 他对班级有荣誉感 他对自己的身份有荣誉感 我们还有什么班级经营 还有什么学校认同的问题吗 没有 对啊这个荣誉 然后我愿意尽力 他愿不愿意尽力 这两句话可以跟孩子排好多的 然后遵守同军规律 规律是其他的 那奉行下列三世 第一 敬天药群 做一个堂堂真正的好国民 敬天 就是我们那个 对上仓负责的那个部分 他把它翻译成这句话 第二个是 随时的力辅助他人服务社会 Duty to other 第三个是 力求自以自事品德体格之健全 Duty to self 三个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你就跟孩子们一直在强调这三件事情 然后我们台湾文化也好讲嘛 对不对 老天有言 举头三十有神明嘛 所以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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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情 不要以为没有老师没有看到 那同学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良心会看到啊 对不对好就是 好那用这个然后再引导他们 好那开始来了好我们一个一个团成立之后 就开始有一些服务行动了好 我们就很有趣的就是我们附近有四三个小学校 小国小都是一个班的学校 那他们很想要毕业联合露营 那我们就帮他们办了毕业联合露营 然后后来呢增加第四个学校进来 后来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学校在云林县 然后他也希望你这样露营那我们就做这样的服务 我等一下会讲这些服务这些露营服务的重要性 好这个就是那个场景 他们轮流在三个学校办 所以每个学校就会那一年做东 然后邀请其他学校来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学校特色 跟其他两个学校或三个学校分享 这一年我们在中岭国小 主题活动是去梦拉 因为孩子没有下过水梦拉 然后就去 好 这是我们的露营 好然后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大概过了两年 快两年的时间 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服务能量慢慢产生 那后来又遇到八八风灾 那八八风灾的时候就出现了什么免费的 这个人员的运送专车 就是你可以跟政府申请要去当志工 那时候同军总会也在邀请同军加入灾区服务 那我们后来就去了灾区 就去了四天 整个临边火车站的土跟月台一样高 然后我们就去挖土 孩子们就去挖土 我们就坐着火车去 这是临边火车在月台 然后月台的土跟月台一样高 然后地下道是塞满了土 我们他们就一桶一桶挖出来 中午发便当的时候 到处都是死鱼你知道吗 因为那边就养鱼的地方嘛 然后便当打开既然是一只鱼 那个灾区很惨 我们住在屏东 不能住在灾区 因为住在灾区 为他们来说 他们负荷很大 所有的志工都住在屏东 所以都要搭40分钟的车程 然后再送到灾区里面去 进去要先消毒 坐完要出来要先消毒 才能出去 我孩子们是很棒的体验 那很多故事在里面 有一天我们被派到嘉东去 嘉东养什么 龙胆石斑鱼 所有旁边本来他们的网子 为了防狗 防什么的网子 都卡着大肢的龙胆石斑鱼竿 因为我们八八东 大概是8月8号 我们是23号去的 灾区还长这个样子 然后就看到那个军人 帮忙救灾的军人 跟湘民在 那个 泥房上面对骂 二十几天 然后他们家都还是烂泥的情况 然后我们在那边等很久 人到了 但是用具没有到 那个调派那个救灾的 是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们人到了 然后没有到工具 然后后来又来了一群大人 那就开始骂那个 县府的工作人员 我们是志工 我们来这边要做事情 你陪我们工具 我们怎么做事情 就开始骂 所以那些工作人员压力很大 后来跑来跟我说老师 可不可以拜托你们 我想把你们调到 叫到隔壁乡的物资中心 去帮忙分东西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天卑 非常非常拜托的来跟我说 我说没问题 哪里需要 我们就去 我们就做了军卡 要过去了 然后他去到那边的时候 他又被那个乡长骂 昨天那群大学生来已经很惨了 你又派这个高中生来干嘛 这样子 昨天大学生来在那边的时候 一只牙膏 两只牙刷 一个毛巾 他们放成两个牙膏 一只牙刷 反正就所有东西乱七八糟 这样子 所以他看到又是年轻人 他非常生气 我们工作完一个小时之后 那个乡长跑去买葱油饼给我们吃 完全把它颠覆了 他对年轻人的想法这样子 然后那天送物资很晚才回去 我们搭了自己的专车 就是请那个客运车士专程 回来接我们这一批 因为我们弄到超过原来工作时间 后来我们就有个分享 所以后来在天主教灯会 在嘉义场的时候 我们就分享 四曲其家爱的运动 我们演的光碟里面有我们的故事 恒异乐堂有个专题 有我们故事会跟香港的年轻人分享 这是灯会的时候 中间是现在台北主教 然后有机会在2010年的时候 跟香港的年轻人 因为我老师在 也是你的老师 罗国会神父 他带年轻人来 他每到一个堂学校会做这件事 带他们来台湾 因为他觉得台湾的人情 会是值得他们的学生学习的 那就很喜欢跟我们的同学做交流 那几天在台湾这样子 这是王雅 这是王雅江 这个是清涼天主堂 然后他们也去原住民部落 这是清涼部落 然后他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去送鸡 回去的分享是 神父 同记那群年轻人 应该不是正常的年轻人 正常年轻人 应该像玫瑰躺那一群年轻人这样 好 我到2021年才去正式收 墓章训练 就是同学的服务员训练 那也在这个服务员训练当中 结识了很多同学的朋友 看到有一群人 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同学的服务员 他们在却系在培养青少年工作上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青少年有认识自我的能力 才会成为对责任感 才会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那成为青少年树立联合法规 成为榜样 然后带人接物持平公正 然后了解别人 助于促进世界和平 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典范学习的场域 虽然不见得全部都是爱 就还是有些童军的这些成年领袖 在活动当中喝酒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基本上这个运动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们是典范学习的 我才接触到原来我们的服务员的诺言 跟小朋友的诺言是不一样的 然后因为这个运动来自于基督宗教 所以它有一个导词 伟大的招务主请随时协助我 记住要竭尽所能 开启我的智慧去学习新的事物 因为童军讲与时俱进 溯源为新 所以不能够原地不动 然后帮助我成为明智的帮助我 请于学习帮助我带给别人喜乐 教导我变得更坚强 能面对挫折与失望 这一切以令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童军成年领袖 努力为童军运动中的青少年服务 使他们这一代更胜于我们这一代 最后这句话是我们的 那个牧章证述最后的一句话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后来慢慢认识这个运动之后 就越走越觉得它越扎实 就是这样子 从最开始接触到的然后来去香港 后来慢慢更深入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重点也很简单 好那还有机会就是 反正他们回香港又会 引领另外一批年轻人来 这是盐水的糖 好那 2012年的时候 我的童军团有40个学生参加了生命探索营 结果2013年 这个生命探索营花点时间讲 它是扇书基 为了南部的天主教学校 帮助他们的生命教育所成立的一个营队 他觉得在课堂上能够说的有限 希望给他们一个三天两月的活动 能够有一些深刻的体验之后 回去帮助生命教育更好推动 所以他成立了这个营队 他自己也在2011年的时候上去山上这个营队 第二年是2012 我们带了40个学生去 免费的 一个T是80人 我们可以去40人 表示免费的也没有人要去 对所以才会给我们那么多名的 所以那时候办得很辛苦 大概2013年就真的办不下去了 那我们在去征服 带我们学生领袖去念的时候 就跟当时的主任杨玉台说 我们来协助生命探索营的办理 因为我们自己有一群大学生 就是从同军出来的大学生 但是2013年没有办成 原因是他送计划出去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高中生在为其他高中生办活动 就杨大哥没有把那个 同济中学主办这些 他把他写同济中学主办 然后为家他说这个层级不对 他需要是一个大学 他如果当时把他改成文藻大学就可以了 所以就停办了 那停办了我就觉得 反正我要运一帮嘛 然后也实际帮了 然后没有成功 那就算了 结果没想到杨玉台是一个打死不退的人 到处去找办法找资源 后来真的到处碰壁 他从美国回来 他不了解台湾的生态 后来我们就想说 那不然一样好了 我们就用一样2013的那群年轻人 然后呢就在你的征服山 成立一个群体叫征服青年 同样的一批人挂上一个不同的牌子 把同军制服脱掉 穿上征服青年的制服 然后呢我们就来准备 然后2015年我们就复办了这个活动 好 那这是我们最近在海星的那一次 刚结束的那一次 要加快速度了 那才到2013年 我们后来 2013年我看到说 我们本来要办没有办成 事实上服务员都找好了 那能量已经在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转而去帮羽丁鸟会 办了那个初级研席 就那个力量就转化 不能让它散掉就没了 所以就一直这样子 后来就变成那个 我们自己办的一个 我是冒险王的活动前身 然后一直服务到2020年 都一直在 我是冒险王这个活动 就是全省来报名的孩子这样 好 然后我们也持续参与 这个嘉义四同军的一些活动 14年15年 我们有机会到大陆去 这是去云南 然后去北京 他们跟别人相遇 会发现自己有的东西 然后别人没有的 然后会发现别人有东西 自己没有的可以交流 好 这个也都是 我们就快速的看过 真的要给它挑战 所以我们就很喜欢 带他们做 久不久 搭一座树屋这样的 这个是垂降台 他们可以爬上去垂降下来的 这几个是搭在学校里面的 也搭别的国小的 那这个更有意思 我们在重聊国小 就是那个吕永生校 搭两个树屋之后 嘉义文创园区 我觉得那个执行长很勇敢 营运长很勇敢 在一个公共场域 叫我们去搭一个树屋这样 我们就开始搭了 画了草图 这银石画的 然后就把它搭起来了 他还可以爬到树上去 这个是冲往树上的道路 真的让人再上去 然后我们就办了 这个世贸现场的活动 其实就利用一些环境 利用一些孩子的能量 然后我们临近的石灰花海 我们就跟他们做 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帮忙 我们就帮他们开创一个新的活动 就是地景艺术的 就是让所有同学团 到田里面去搭工程比赛 然后台南围观大楼 我们也看到很多需要 但是我跟德兰去了灾区 发现年轻人不适合进去 那我们就问到 我们嘉义市的救难队 他们的装备都是自己要张罗 磨破骨子就是要自己去张罗 那我们就帮他们筹募资的方式来赞助他们 来支持他们的 有一年 这个 教育部给我们一笔钱 一个学校大概五万块 但是他规定这个五万块 必须找另外的学校合作才可以拿到 然后我们附近的嘉义特教学校 跟云林特教学校 他们的同学团呢 就没有人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两个找来 所以我们就三个特教学校在一起 我们叫做特别有爱心的学校 就是在我们学校露营 他们回去很感动 就是说孩子们 我们孩子跟他们还是打混成同一个小队 就陪他们 这是2016年的故事 我们等一下最后再说 这是意外 有一年 这个同军总会 温暮中心制服要涨价 我就很生气 因为一件三百 三百五已经涨到三百八 要涨到四百五 物价没有上涨 那时候 然后我就说 香港同军一件衣服三百一十七块 我觉得 这个政策太不亲民了 我就在我的脸书说 我们同军团从此以后 就穿团T就不穿制服了 因为我看到呢 这个世界同军总会的会长 他也是穿着T恤 挂着脸巾 就是他同军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新闻 被联合报记者 报导出来之后 同军文物中心打电话来跟我说 你会有事情就私下讲 不要告诉记者 就动涨一年半 全台湾收费 好 我们就因为制服的事件 我们就认识了一位老团长 这个曾经在我们这边帮关过资工的老爹 然后2018年8月 我们办了全线小六的露营 两个营地 一个在山上 一个在海边 然后我们的人缘就分成两批 然后同步 然后六个梯次 每个梯次两百多个人 所以就上千人露营 好 有机会在跟英国的同军交流 他们来厚礼 那因为民风认识 所以我的团长认识 所以他们就去了 很有意思的是 他们一起搭了那个凉亭 搭完凉亭之后呢 这群孩子 我们就送给他们一些纪念品 然后他们回到英国呢 要去参加那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呢 遇到了我们的团员 在英国留学 看到他身上怎么会挂着 同济的牌子 然后就去认他说 你怎么会有这个牌子 然后再认到 在伯明罕大学 然后去遇到那个 他在这边没遇到的 所以无国界 好 后来我们 我离开同济之后来这边 我们继续成立讨论团 我们在努力当中 所以塑造一个好的群体来影响青少年 你可以看到那个群体 然后就会产生一股很大的能量 好 那现在要讲的是这边的故事 很快 我们很快把它讲完 尼伯特台风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 原来就是东区指训中心 是白蓝会雷化民神父所策的 他为了照顾弱势 还有原住民 当时这些可能要 更弱势 他们考不进攻东高攻 所以雷神父说了 他们需要一个训练的场所 本来在宝山六堂隔壁 后来签到这边来 那他全台湾第一个 职业训练中心 后来的北中南 是看着这个模型 由政府设置的 占地6公顷 有33栋建筑物 然后这边呢 现在是圣母医院 在这里 我们有远区的管理中心 有继续保留东区指训中心 有我们的农庄 有我们的长照基地 有我们的高令服培训中心 有运动馆 有乐志幸福家园等等 那这些过程等一下会看到 就是因为这个2016年 一场风灾 很可怕 下礼拜又来了 那个路径还蛮像的 那会不会8月份同期要来 好然后那时候呢 圣母医院农庄 还有芳心都受灾 那我们刚办完 我刚刚那个影片 他说我是冒险滑的活动 然后就看到 又有那个免费救灾专车了 就表示又需要人力了 然后我们就请我妹妹 跟院长联系上 然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台东 就开启了我们跟台东的 不解之缘这样子 那时候是旧农庄 这是当时的台东 中华路的场景 台风就真的从台东市区进来 好这一年呢 那我们来了三个梯次 好那第三梯次来之前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单车的远征活动 为这边募款 他们在这边搭起着瞭望台 就很多的设施都毁掉了 然后他们也帮忙做生命祈福蛋糕 也帮忙开始抢收那些作物等等 这是同一条路的场景 这是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 然后慢慢地把它清出来 整个农庄几乎就是前回 但是农庄的同事们 他们慢慢地慢慢地 把它很快地恢复 第三天就开始送餐了 那2017年呢 就是遇到了那个陈珠的单位 说他要长足精 那那时候就主教跟院长们讨论 就是如果继续让他长 当然我们可以用那个地方 但是永远是 到了年限又可能会发生再长 所以当时主教就说 这坏地就闲置的 我们进来吧 那院长就很难启齿 为员工来说 因为那是从零到永 第七年被台风摧毁 然后又重建 又开始恢复营运 然后又跟他们说 我们放弃 那早知道我们去年 就不要弄就好了 所以院长打电话给我说 你可以不会带童子军来 让童子军在这边整理的时候 把员工带过来一起看 童子军来了 我们的新天新地 所以那一年我们是这样来的 这就是现在的快乐运动馆 就是你们昨天住的地方 长得这个样子 这个摩置行的那地方 是男生宿舍 三十六个房间 每个房间里面有六张床 每张床三百公斤 因为是东区职讯狀 他们自己坐得非常坚固 总共乘起来是四十三顿 靠着人力从楼上搬到楼下 把他运到后面去储存 所以他们要去做拆解 把床板丢下来都烂掉了 就是这群孩子 高中生 国中生 几个大学生 这样子 这是我们现在运动馆 那个6.5的仓库 然后把东西都清出来 非常多 每天这个广场上面堆满垃圾 清空堆满清空 堆满清空 很舒压 孩子们觉得很好玩 因为他们去回收场 他丢那个纸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好玩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做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却觉得很好玩 就是玩出好品格的最高境界 然后2018年他们到太原部落 去跟安美竹琪老 他们学竹编 很扎实 因为不是只是体验 他们上山去柴藤 萧藤 然后编 这样子 19年园区办了一个 我爱言乃夏令营 那因为跟我们的 我是冒险王 是重叠时接受 我们就分派了一批人过来 做服务 那一年我们也把 生命太久以待这个地方 这是2020年的时候 我们为了热自幸福 家里的空间准备 他们又来了 就是空间整理前 整理后 所以玛与熊兵的力量 这是更难的 要把它往上掉 所以运用到华伦的进桥 这是我是冒险王 那2021年遇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比较少 小的工作 这里本来长满了杂草 然后土 然后他们把它清空 现在是可以躺 他们那天来就躺在上面看星星 可以看南边看北边 刚好一人一遍 2022年呢 他们就来帮我们把后面的气球工厂清空了 所以孩子们如果愿意吃苦 事实上就不用看星星 他的品质会不好 这是今年 他们做环境的整理 时间的关系 这是给他们的守折 所以你可以看他不是漫无目的的做劳力 而是遵守着一些原则 一些带领的方法去做到 例如说他们手割伤了 他会哭 他哭的原因不是痛 是我制造了团队的负担 所以他们很有团队感 好 那今年呢 我们特别为他们做了一个 这个 回顾 没有展望 因为这个学校被砖火猎管 所以明年就会结束了 所以刚刚那个故事呢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地方为他们做一个ending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在山山上写了2016的那一次第一次来 到2023的7月14号等于是一个ending 这样子 院长说的话 当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忘记同济中学 因为同济中学比宫东更不幸的土地是租的 所以他们到时候连土地都会被收回 全部都没有了 他们会找不到母校 他说圣母医院还有圣母家 永远不能忘记同济中学 这也是他们永远的家 永远的母校 好 所以就是塑造一个好的群体来引导青少年 那可以看到我们在创造一些善的循环 就是传承 不管是 例如说我们刚刚说的 我是冒险 我的活动是全国的小学生来参加 几个小学生的活动就让同军去服务 让高中的行义来带领他们 到了国中生参加的活动呢 行义去服务 罗浮带领他们 到了生命太索 是全国高中生的活动 是罗浮来带领 成年领袖陪伴 就可以建立团承 然后很多的政争墙 他们会得到很好的回馈 不是来自于老师的 不是来自家长 而是来自他们服务对象的 然后被服务者的回馈等等 然后给他们一些新鲜的任务 不一样的任务 他们就会觉得 不是只是在一直炒冷饭 然后挑战一些不可能的任务 然后一些日常累积 这很重要 他们因为平常日常累积 才能够出去做那么多的 高强度的事情 回到那个图就是 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循环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 每个维护足道的经验 只要充分的生活过 就有他的重大意义 而且可能被无限的深化 然后这是追问高手电影 那种生命的动力 来自参与的精神 这场我拿来鼓励他们的话 谢谢 谢谢